吉德给特兰带了多少女帽 特兰和吉德这两人历来的是热度很高的一对CP 前期的你追我赶 逐渐在关中的引导下变成了现在的互帮互助 怪不得会有那句经典的 就是由于吉德和新一的相似 小兰还经常傻傻分不清楚 把我们新一的正宫安排的明明白白 第一次两人在天台相遇后 吉德便假扮小兰 以便偷取穿上的宝石 幸亏还是没有骗过特兰的法眼 还骗特兰说既用了小兰的衣服 这想让柯兰彻底慌了正脚 急忙跑去给小兰送衣服 结果发现被耍了 然后在世纪摸的魔术室里假扮新一 就帮柯兰解围 从此也是爱上了特兰新一 紧接着在营医的魔术室里再次假扮新一 帮着柯兰面去叼小兰 最后还要到了小兰的三围 脸不红心不跳 一看就是老手 看柯兰比较老实 于是得寸进尺 在天空的御烂船结尾 吉德竟然还直接摸着小兰的头 准备和他接吻 柯兰急匆匆的跑出来 脸都看绿了 幸存小兰从吉德的小动作 发现了他不是新一 作战失败的吉德 又在夜火的向日锤里找到了机会 陷入困境的小兰 被我们的吉德保护得服服帖帖 旁边柯兰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但是情况危急 顾不了那么多了 最后小兰还把救他的吉德 误认成了新一 在怀里睡着了 19年上映的吉德专场 甘亲之权礼 吉德不出意外的又假扮成了新一 然后在新加坡的海湾酒店 两人穿着泳装 手拉着手 说一些肉麻的话 柯兰又是那么巧的就在旁边 看着自己的恋人拉着别人的手 只能是无人狂怒 我把你当成兄弟对待 你却老想着绿我 我要黑话 名侦探柯兰收视率最高的一集 这一集没有酒场 也不是主线 但收视率却反常的高 当然就是我们妥妥的小I福利 TV722集 向冷冰田的快递 一开篇就是柯兰攻防战 不过柯兰也是购职 硬是稀耍别人的女孩子 估计都忘了自己变小的事 小I用他最喜欢的 比护选手的一招回旋踢 结果脚下打滑 就有了这个经典画面 是这只猫干扰了他 原来小I还有宠物情节 但是小猫离开的时候 不小心将小I的毛线一勾住了 看着线越拉越长 没办法只有跟着过去 小猫莫名其妙的跳进了卡车里 于是众人也只好跟着进去 然后在角落找到了猫咪 不巧的是 司机不小心把他们锁在了里面 当货物送走了 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 小I衣服的毛线竟然被揉住了草丛 随着车的移动一直拉扯着 然后就移动着 小I这通红的脸蛋说明了一切 看着拉出去的线条 却毫无办法 车停了下来 小伙伴们商量着准备下车 于是就有了以下这段经典对话 话说直男车也就这样 直着着的拿着电筒罩着别人 真的好吗 还是我们的软男庄严 做了一个正确的示范 因为他们在车里发现了尸体 所以必须想办法联系外面 但掐巧手机又没电了 于是叫大家拿出随身物品 看能不能想到什么罚子 轮到小I时 直男头又瞧开起了他 吃了一记哀将的重拳 然后他们利用小猫 将带有暗号的纸条送了出去 目标直达暗石头 当然他也不出意料地读懂了暗号 车上的温度动得几人头皮发麻 因为衣服借掉了小I 光业同学自己动得晕得过去 柯兰 你看看别人 于是只好二人同穿一件衣服 有赖同当 有福同享 刚改写了收件人信息的快递 送到了工程西一家时 钟石堡也发现了这个异常 同时不出意外的 我们的波本先生也找到了这里 两人还想挣扎 他直接一个左右勾拳 瞬间摆平了两人 成功地解救了他们 这一切都被我们的某先生看在了眼里 平时是怎么发现柯兰身份的 我们的大阪黑鸡第一次登场 就看出了柯兰要哪里不对劲 而且这也是柯兰第一次变成我们的工程西一 变大原因竟然是喝了黑鸡的老白肝 把我们柯兰对得不要不要的 鸡杯49集 怪交关事件 一大早黑鸡就来事务所找工程西一 然后就有了这句经典对白 竟然还猜到了 新一就躲在哪里看着小兰 看吧柯兰得吓得 看柯兰小朋友感冒流鼻涕 然后就给他喝 感冒必备中国老白肝 一下就给他干醉了 然后就如约的发生了案件 这难道就是柯兰的浅词吗 柯兰不胜酒力倒了过去 请来的他已经变回了新一 重返案发现场 还破解了这个案子 但是时效太短 又得变小了 而且还让柯兰发现了老白肝的秘密 然后TV59级福尔摩斯明事件 我们的大阪黑鸡又断场了 案件条件是密布图少的 寻找线索时老是碰巧遇到柯兰 然后直接当面问小兰 平时破案时柯兰在哪里 小兰也说总是莫名其妙的不在现场 然后从老爸身后走过来 这下让平时心里基本有个底了 破案时平时假装不知道凶手是谁 想让柯兰帮他 然后柯兰假装去上厕所 趁黑鸡不注意给他来了一番 但是推理时被摸到毛利大叔狠狠来了一圈 柯兰还担心会不会给弄醒呢 还好顺利完成了推理找到了真凶 但醒来的黑鸡一下就知道了柯兰就是中腾 还发现了柯兰的变身期 原来他在毛利大叔打他那下就醒了 后面一直装晕而已 怕平时暴露自己身份 自己就坦白了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黄金搭档 在柯兰世界存活的五大秘诀 5.和柯兰做朋友 如果你会踢球 你可以没事和他们踢技场 给柯兰留下个好印象 当然跟柯兰的朋友做朋友也行 因为这么久以来柯兰的朋友还没发生过什么大事 4.当着柯兰免叫他东腾西医 因为知道他身份的人基本也没出过事 但是你别忘了爱尔兰 本来都打算将柯兰带给组织了 结果被勤酒给干掉 所以得加个前提 就是知道柯兰身份的同时 还不能和勤酒有任何关系 3.不要和任何人打交道 原因是你就可能因为长得像别人前女友而领和饭 原子就是一个代表 就因为长得他像别人前任 要不是荆棘争就产 后果不敢想象 原来我什么都不做都可以招来杀生之祸 也是罪了 2.不要住在米花厅 毛利侦探事务所就在米花厅2地幕 所以你懂得 一千集以来发生的大多数案子都在这条街 所以也被称为最受死神欢迎的街道 1.想办法搞到ATPX4869 然后直接服下 当你喝下药完后 那么恭喜你成功加入主线 我们的柯兰 惠云埃 士吉玛丽 都是变小的红方人物 当你碰到危险 那么就会有一大堆的红方警察来保护你 有场的哪里没办法 好 感谢观看